好几天没更新了 今天给你们来个大的 看看我最近在忙活啥 车终于达到了出发的标准 从呼伦贝尔回来主要针对三个方面进行了升级 车的功能上 生活的使用便利上 还有应急情况的处理上 先说功能上 首先对底盘进行了出发前的保养 除了常规的换机油三绿以外 还更换了前后桥油和分动箱油 四驱系统也做了保养和检查 因为底盘是一切的基础 加装了侧边杖灯 比之前的太阳灯亮了很多 露营和做饭更方便 装甲漆没事 但钻小树林的时候 防护网的旋钮很多都掉漆了 重新补了一下 把水盆下面这个柜子拆了 加了一个除保热水器 其实这次出去一直在用锅烧水 很麻烦 后期跟大家说一下我为什么没有热水 老尴尬了 把柴暖的柜门加工了一下 虽然破坏了美观 但更实用了 之前设计是有问题的 使用柴暖的时候要开门 一开始没想那么多 但后来总卖来卖去的 或者总开关门 时间一长人就烦了 现在可以朝各个方向送风 实用了很多 最后把ETC换了个位置 之前一直不好使 我怀疑是贴前锋挡膜的原因 这次换到了窗户的旁边 把膜也切了一个口 现在好使了 省着过收费站的时候 收费员总站起来敬礼 我特别不好意思 然后跟大家说一说生活的使用上 这次去呼伦贝尔试车细节上其实很不舒服 总拿来拿去的 所以回来特意请哈尔滨的爱因斯坦针对狭小空间做了使用的设计 吃饭上换了一个更小的电磁炉 一套可拆卸手柄的套锅 正好放在抽屉里 使用和收纳都很方便 这边是厨艺展示中心 油盐酱醋 刀具 餐具 调料 可以直接拿到车下做饭 行车过程中也不会洒出来 这里是电压力锅和热水壶 都是24V的 拖鞋加湿器 因为开柴暖车里很干 需要有一个加湿器 个人卫生方面 所有的洗漱用品都集成在了洗菜盆和洗手间中间 这样刷牙 洗脸 洗澡 洗碗 都很方便 不用来回拿东西 淋浴器可以直接给马桶加水 浆解液就在手的旁边 这边是能量中心 早餐 午餐 晚餐 都做了固定处理 行车过程中不会有异响和掉出来 很多朋友对我这个电饭锅很感兴趣 改天我专门介绍一期 我实测了好几顿 真美味 这边把折叠的小床拆掉了 换了一个定做的收纳袋子 把枕头和被子正好放在里面 下面有几个可以放衣物和杂物的箱子 准备了三双鞋 沙地 泥地和雪地 食物都放在了冰箱里 吊柜里还可以放一些烟酒 汤茶 招待一下小护士 这里有两桶矿泉水 里面和其他地方还藏了一些备用的水 长途旅行 多带水肯定没错 户外的桌椅和炉子都在后面的工具箱里 做饭拿起来比较方便 最后给大家讲一讲应急的部分 主要分两个方面 车应急和人应急 车主要就是脱困和修车 后爬杆 脱困板 省力扳手 千斤顶 脱车绳 抱树袋 滑轮 菊菜器 一整套的试打修车工具 还有一套军用的脱困工具包 万一有点小毛病可以给班长打电话 在线教我怎么处理 但是得有工具 我在想要不要再买一把大铁锹 放在后爬杆的这个支架上 万一小的蛇了还有大的备用 或者可以跟小姐姐一起挖 人的应急方面主要就是水 食物 保暖和药物 我准备了一个应急包 万一车坏了 卫星电话也不好使 最后可以背着它往外走 里面有急救包和各种求生的装备 大家不用担心 刚一开始我担任单车不会瞎整 不会去太危险的地方 需要慢慢学习 因为我去的地方都比较冷 所以万一柴暖坏了 还准备一个电热毯和小暖风作为备用 这还有一个折叠的洗衣机 省去了手洗的时间 多发点视频 怎么样朋友们 静下心来在车里待了好几天 尽量想给它整全了 因为路上买东西很不方便 还缺什么大家给我留言 着急出发了 今天是11月23号 明天去做个四轮定位 等周五出发 第一站敦煌